中国需要这样的人,百名海外华人放弃高薪回国研发晶片制造设备。 就在美国的制裁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,我们总是感叹自己在晶片制造上面的无力。既有外国对我们技术性的封锁,又有禁止出口相关的设备的影响,看起来我们完全是在泥沼里面无力地挣扎。 但是在我们的身边,实际上有很多人默默无闻的人,在为我国晶片产业的发展,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。 2004年,60岁的尹治疗依然放弃了美国已经取得的成绩,冲破美国政府的层层审查,所有的工艺配方、设计图纸都被美国没收。 他只带领住30多人的团队回国,成立了中尉半导体设备公司,凭空应试做出了世界第一个5纳米半导体技术。 这里要强调一点,这个5纳米的半导体设备指的是石刻机,不是光刻机。但是不管是光刻机,还是石刻机,都是半导体生产中重要的设备。 这些技术人员已经回来落后5年,中尉半导体石刻机应该和欧美同步局部领先,我们落后是光刻机,现在14纳米基本成了,是中科院搞的,所以荷兰解禁了14纳米的设备,并且愿意明年供货。 在国内并不只是一个中尉半导体设备公司,还有像中芯国际这样的企业。 虽然在总体技术上,我们仍然落后世界最先进水平一代到三代,但是只要是技术性的问题,只要能够持续地投入,持续地研发,持续的人才引进,总会不断地提高。 即便是世界水平也在同步不断提高,但我们总是在追赶,没有放弃。 虽然努力不一定就有回报,但只要肯拍灯就会站得更高。